吳子佳指控呢 說陳時中呢 他A了1億元關於這個疫苗的收費案 那目前呢 陳時中決定要來提告他 來看目前現場最新狀況 我們大概都同時感覺到 這事的不實指控 對社會整體的影響比較大 所以我們就一起來提出告訴 部長還有提到說 目前北京有62天的牽減 那結果大概是怎麼樣 那提告的對象主要有哪一些人 我想提告在前一段時間 大概因為選舉的關係 政治的操作 所以就很多不同類型的 不同的人所提出的告訴 但北檢他們仔細的偵查過後 他們決定全部都不予起訴 那這是一個事實 那我也希望這種不實的指控 也能夠止於智者 那至於在這一次 我可以簡略跟大家說明 第一個就是說 吳子佳先生在電台 或在廣播裡面的一個言論 他第一個就是用不實的情況來指控我們 第一個他講的說在這個合約 引設一個合約2021 12月到2022的1月 我相信這個時間點應該是物質啦 應該那個時候我們已經買過紅海一千 還有詩劑 還有詠林詩劑跟這個台積電 一千五百萬劑了嘛 已經完成了 那陸陸續續在進貨 所以他指的應該 我認為應該指的是2020年底到2021 我們本來已經有把合約送過去 那後來就是有一個相關的一個其他因素就終止掉 應該是指的那個合約 然後指的那個合約裡面 他第一個指的說有付訂金 相關部多少美金 事實上沒有合約就不會有訂金 那個合約沒有成 所以就不會有訂金 那金額的往來政府的進來都經過公庫 所以可以很清楚查到 沒有所謂付了訂金又退回來的事情 因為那個合約沒有成 第二個他只有講的20美金的價差 也沒有那樣的一個價差 縱使合約有成 所以所有所根據的事情 都是一些不實的一個情況 然後再來用一個計算的方式 說我們A了一億美金 沒有前面的錢 也沒有任何金額的往來 也沒有任何的合約 何來A一億美金 像這樣的一個任意的指控 我覺得是非常的不應該 所以我們特地提出我們的告訴 剛才對於說郭台銘之前在選舉的時候 他說大小姐這個請大偉 給這個有阻擋疫苗這個事情 那不知道您的 就能不能還原一下真相大概是什麼 沒有 我是說我沒有聽過 這樣的一個話語了 那就我跟李大偉 他長期的一個政務官外交官 他用詞一向都很謹慎 就我的了解他不會用這樣的一個詞語 部長那個吳子佳的指控 其實大概在兩年前就有提出這樣子的內容 那為什麼到今天才決定要來做這個告 第一個在兩年前在選舉的時候 我在去年應該十一月三號 我就已經有提出相關的一個告訴 那到目前一直都還沒有進出到 審理的一個程序 那在那時候我們告過 那這一次又再來提出來 然後講的好像是一個事實 那我們就說還是要告一次 那未來如果再有這種不實的一些指控 來一次我們就告一次 部長你說再來是那個國際合約 有一些要期滿了 接下來可能會陸續公布 那這個時間點有沒有可能在明年的一月之前 來向大眾來說明 我也是希望能夠相關的一些事實 或相關的一些文件 能夠盡早來公布 但我所知道的好像有一些是五年 有一些七年 有一些十年 那BNT當初我們簽訂的是一個十年的合約 就是十月的一個保密協定 所以它需要十年 不過我也希望 希望說衛生應該是衛生福利部 有可能可以行為到相關的公司 現在疫情已過 疫情已過 那疫苗也沒有所謂的搶購 各種相關的問題 如果能夠即時的解密 對大家對於事實的澄清 也都會比較有幫助 對這個民進 對於民進黨的選情也會有幫助 這個我倒是沒有去顧慮到這個 我認為在社會需要是一個事實 那不應該有任意的污蔑 確認一下提告的罪名是什麼 嗯 確認一下提告的罪名 那我們請律師來做說明吧 這是暗名分告 然後未來是不是也不排除 輕視出品 當然這都不排除 有助於事實的釐清 我們都希望把它做好 我幫部長補充一下 我們今天提告的罪名是誹謗罪 主要是因為吳子嘉先生公開在他的節目上面 去指涉蘇貞昌跟陳時中 有所謂什麼A了一億美金 這個部分明顯是不死 尤其在臺北地檢署對於所指控民眾告發 或者是其他人告發的六十二件裡面 都已經查無不法 簽結之後 還執意這樣的加碼的爆料 或者是抹黑 那這個部分明顯違法 我們提起誹謗罪的告訴 同時我們也提起民事的訴訟 民事訴訟求償一千萬元 求償的金額會捐給社福團體 那這個部分我們今天會同步提起 民事訴訟跟刑事訴訟 一並提出 副長那時候吳子嘉也有公布說 政府採購一劑BNT的數 價格大約是五十三美金 這個數字正確嗎 他公布的數字從來都沒有正確過 所以不是五十三美金一劑 各種不同的 但是沒有這樣的一個價格 這是很明確 好 謝謝 好 這是已經看到了 這是在陳時中 今天來去暗鈴控告吳子嘉 我們就來回顧一下 整起事件的源頭 到底是怎麼樣呢 好 剛剛也聽到陳時中講了 再從疫情期間 他認為吳子嘉 一直在他的節目當中 告訴大家 說政府在疫苗採供當中 比三大企業還要再高出一億美元 這一億美元多出來是要幹嘛 是準備要去貪污用嗎 他就指控陳時中在疫情期間 A了一億美元 同時吳子嘉還講了 這個合約封存要三十年 難道是為了不想讓民眾知道嗎 所以呢 陳時中在昨天突然無預警的 在他的臉書上面 就寫了這一篇文章 他說吳子嘉呢 很多時間都一直說呢 他A了一億美元 他認為為什麼 就是為了吳子嘉 要吸引到很多網友跟外界的關注 他認為這個OK 但是他卻無視於司法跟真相的抹黑他 跟污衊他 他認為已經走火入魔了 而陳時中呢 會寫這一篇 當然是有底氣的 底氣來自於哪裡呢 就是上個月的北檢 簽結了六十二件 有關於疫苗採購的相關案件 而這六十二件當中呢 都查誤吧 也是什麼 沒有查到跟陳時中 有過於金錢的關係 所以他認為就是因為有這個底氣 所以才去控告吳子嘉 在今天民事跟刑事的部分 好 那麼當時呢 其實行政院長蘇貞昌 就曾經有講過了 認為這就是造謠啦 公務人員是非常辛苦的喔 所以不應該這樣的抹黑 那麼機關署呢 也說了 說吳子嘉這樣的說法呢 是完全不符合事實的 當時政府的採購過程呢 通通都是依法來執行 那同時也提到了 大家很關切的 就是合約封存三十年 對此機關署也有講喔 當時是因為疫苗 跟對方簽約的時候呢 的確這個必須要保密的 但是沒有三十年這麼久 就是十年 是十年的時間 所以呢必要的時候呢 他們也會採取法律途徑 好 那看到這呢 就有網友也是 有一些意見想要說了喔 他說現在不提告 是怕法院認證嗎 數字這麼誇張還不提告 難道是心虛嗎 不敢告等等 好 但是我們今天看到的是呢 包含了陳時中 還有這個蘇貞昌呢 他們是委託了律師 剛剛看到了他們到 台北地檢署去按鈴控告 那麼針對吳子嘉呢 提告的是民事跟刑事的部分 好 那麼我們要還原一下 當時的吳子嘉 他為什麼有這樣的 他有什麼樣的資料 會認為說這個陳時中 在疫情期間是A了一億美元 進一步來瞭解 BNT的採購的當時情況是這樣子 就蘇貞昌院長他已經批了 跟BNT的採購合約 當時的合約是五百萬劑的一個合約 然後也付了大概有五千萬美金的訂單 的訂金付到德國去了 這是在2021年的十二月份的時候 到一月份 就是一月份到2022的一月 大概一月到十二月份到一月 那兩個月當中發生的事情 結果最後德國人把這個合約解除掉 這個是一個沒有完成的合約 但他買的數量跟郭台銘的數量一模一樣 然後郭台銘買的價格 大概是三十塊美金左右 所以我們台灣政府買的是五十塊錢一氣 換言之一氣差了二十塊美金 二十塊美金乘上五百萬的話 就是一億美金 也就是說這個合約如果成交的話 我們的政府就會買貴了一億美金 這就是所以為什麼大家 郭台銘一直在吵說 你們不讓我買了 他真正的這個蘇貞昌政府 我現在講清楚 蘇貞昌政府 陳時中部長 有錯的可以來告我 歡迎來告 大家知道我的個性了 說A了一億美金 來來來鼓勵一下 鼓勵一下 A了一億美金 那為什麼後來把這個合約 變成封存三十年 不准看 三十年不准看這個合約 其實這個合約 它採購並沒有成功 它是一個失敗的採購案 沒有成交的合約 可是它完成了所有的採購程序 所有的樁都蓋了 行政院也蓋了樁了 衛福部也蓋了樁了 結果半路殺出了陳曉基 一堆民間企業家要來幫政府 買這個BNT的這個疫苗 結果就這一份合約 如果我們政府的話 就是白白貪污了 將近三十億台幣 那這個的承辦人的部長 就是陳時中 我現在講的每句話都會犯法 對不對 因為我一定會被告啊 很簡單 我現在有點在冒汗了 我沒有冒汗 因為我有合約 我有合約的副本 我現在講這件事情 為什麼今天我在就事同題 因為這件事情 這個三十年的合約 要打開這個合約的這個黑幕 就兩個方法 第一個方法就是說 用法院去處理 他就不得不 會把合約拿來公開給大家看 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何有瑜當選總統 政黨人體 就這兩招 就可以看到合約 看到合約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陳時中相關的長官 通通抓去判刑抓起來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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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